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国际焦点持续关心的是土耳其 今天正后第八天了最新的灾情统计 土耳其有2.9万人死亡 叙利亚也超过了4500人 整个加总起来已经有超过了34000人罹难 联合国预期有这个人数可能不仅止于此 不过也有好消息传出来 因为地震严重受损的哈台一机场 我们从比对照片可以看到 原本整个跑道隆起 但是经过了4天日以继夜的抢修之后 终于让跑道是恢复了平整 飞机得以安全起降 将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的重任 不放弃希望救难队持续搜救 但考量灾区已弥漫失臭味 加上民众抱怨二段政府救灾进度迟缓 因此尽管会导致国际搜救队深陷险境 土耳其当局人决定调度大型机具加速开挖 国际搜救队自上周末起只能陆续撤离 德国救难队经理指出 因为水和粮食开始短缺 导致灾民情绪由悲痛转为愤怒不安 幸好重灾区哈泰一省的机场跑道 经过四天不眠不休的抢修后 总算在12号回复正常 渴望让外援物资更快速更有效的深入灾区 改善灾民参逢露宿的街头生活 各国爱心物资透过空中人道走廊持续涌入土耳其 希望复卫幸存灾民找回继续生活的勇气 这段时间各界爱心不断挤注灾区 接下来几则报道就要带您看到援助的进展 首先是慈激的勘灾团 为了尽快将各界爱心送到灾民手中 现在分成了两条路线 一边是在土耳其慈激基金会 顾问阿里先生的带领之下 前往了首都来拜会副总统 那另外一边是在伊斯坦堡 紧锣密鼓的造册要准备采购毛毯 还有床垫等等物资 那在忙碌的行程当中 志工们也遇到了一位善心的毛毯商 不只是降低了价格 还加快速度制作 他说原因和24年前有关 这是他们住的地方 他说这个是怎么样呢 因为第一次住的地方 他们已经出来了 先跑出来 全部大家出来 过了九个小时之后 这个第二次地震 就下来 这个全部就下来 因为那边的房子已经都倒掉了 他们只能投靠亲友 所以现在在这一个地区 有好多的人家里面 他们亲戚都来投靠他们 可是他们缺什么 缺现金可以买衣服 可以买吃的 还缺毛毯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造册 这个造册呢 是可以让这一些家庭 从那边来得到暂时的一些温饱 土耳其慈禧之工 动员将近三百位的之工 陆户家访登记造册 过程中了解到灾民 最需要的是保暖物品 但是正值寒冬的土耳其 毛毯并不好买 慈禧之工赶紧多放联系 那这一家呢 它其实 它可以很快地 可以给我们的货 因为现在太冷了 我们能够希望能够尽快拿得到 这是很重要 我们的毛毯24年前 第二次地震的时候 订的毛毯就是现在这个毛毯上 那现在我们就过这么长的时间 已经变好朋友了 然后他马上就安排了 而且你知道报那个价 我们如果在这边房的话 大概是五百多块钱 他刚刚跟我报的时候 四百块我吓一跳了 包含运费 四公斤的四百块 包含百分之十八的税 百分之十八的税 包含运费送到这里 同时在土耳其慈其基金会顾问 阿里先生的带领下 勘灾团前往首都安卡拉 拜会土耳其副总统 这让勘灾行动 有了很大的进展 副总统非常欣慰 我们上人 还有我们全球资金人的关心 我们的团员 第一个时间就到了这个土耳其来 他非常欣慰 也非常高兴 我们提出的这些方案 尤其是对于发放病卡 发放盲毯 发放船殿 他说乐见其成 土耳其政府的乐见其成 有助于勘灾与征灾行动 加速展开 将各界的爱心援助 送到灾民手中 戴新闻宁国西洋警惠 邓志明万嘉宏 土耳其报导 在灾难面前放下仇恨 与土耳其宿敌的国家也 伸出援手 接下对叠的毛毯扛在肩上 在埃及原本是亲友之间的小小倡议 擦出火花成为全国爱的串联 从衣服到婴儿食品 90顿的物资 大家手没停过 晚一分钟出去 灾民就多挨饿受冻一分钟 阿拉伯世界动起来 放下历史上的恩怨情仇 大灾面前大爱涌现 深陷经济危机的黎巴嫩 一袋袋饼干 粮食 不藏丝 一辆又一辆卡车 满载人民爱心 首批12号启程上路 同样因为国内局势动荡 经济陷入困境的伊拉克 也没有缺席 土耳其肃敌希腊 派出外交部长邓迪亚斯 前来表达关切 他一下飞机就给土耳其外长 来个温暖拥抱 两人还直接登上直升机 到灾区视察 而一向和土耳其不合的亚美尼亚 也打开了分隔两国35年的边境大门 让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顺利通过 这一刻大家放下旗舰 人道优先 大爱新闻里预防编译 国内爱心汇聚慈济内湖园区 今天一早国军弟兄也来帮忙 十辆军用卡车早上八点 开进慈济内湖园区 帮忙运送物资 参与国际助援不落人后 我们一共派遣了30位的官兵 出动了10辆的军用卡车 那我们预计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15号 每天平均大概20个车次 亲民一家亲 非常高兴 就是说他们也动员了很多人力来 就是帮忙 打包好的物资 整齐的放在战板上 再用胶膜包好 避免箱子掉落 因为军卡高度的限制 只能摆1.5公尺高 而今天这些物资都要送往 土耳其航空的仓库 希望能尽早送到灾民手中 打包作业跟时间赛跑 灾民迫切的就是绑暖衣物 毛毯 围巾 有闲运送 但眼前满满的救援物资 需要的是更多人力投入 还有大概三天需要打包的量 预计也差不多在 将近也有9000箱 年纪已经80了 能够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帮忙 感觉很高兴 土耳其强政后 唤起全台善行串联 大家不分彼此打包物资 希望能尽快把爱心送到 土耳其灾民手中 大爱新闻牛书品 叶逸玲 台北报导 长照据典长者也共善行 我们跟着音乐 用这个宗教的方式 我们来前程 为我们土耳其灾民来祈祷 慈禧大学教职员 邀请社区长照据典的长者 一起祈祷 从下面 下面就先脱开 土恤强政 启发大家的爱心 做起手工造 加了满满的祝福 这个月我们做的就是洗手砖 那他们也可以把洗手砖捐出来 然后让我们可以协助义卖 那义卖的所得 我们就全数的 我们就捐给这一次 我们土耳其地震的这些灾民 真漂亮喔 因为同理心 我们之前台湾 他们也是有帮忙我们 所以我现在就是也尽微博的力量 来帮助他们 希望他们走出城镇的那些阴影 这种很厉害啦 家都整个船都落下来 有力出力 有力出力了 有力出力了啦 天灾无常 人间有爱 深入社区汇聚爱与善的共振 扶贫伤痛 别以为护士丹丹 就能扬入虎口 手机 王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 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茜不同 葡萄根 hm ih 是 既然告别荣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失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老有所用来看这位87岁的阿嬷 32年来如一日 从做环保开启了一天 保持着运动习惯 也自己料理着三餐 到了晚上念经修行 整天都行程满档的他 即使已经高龄了 身心灵也没有病痛 推着娃娃车 泄面仔阿嬷清晨就出门 破旧的娃娃车却是环保地契 回到家自家庭院成了小小环保站 55岁那年 听到尚能开市 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阿嬷当下加入 如今87岁高龄的他 动作敏捷身体健康 长期如素的阿嬷自己料理三餐 就算独居也不寂寞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家 他说跟年轻人都可以互动 可以就是玩在一起 白天环保 晚上修行 阿嬷忙得没时间烦恼 生命好精彩 大爱新闻张哲仁 欧阳光辉 春话报道 在马来西亚沙巴亚 碧有一个村落 住着很多吴国籍家庭 志工在当地发生了 一位六岁的男孩 他天生纯恶劣 影响了口语表达 父母亲更担心 会因此遭受到异样的眼光 所以志工就协助 找到一间医院 完成了修补手术 充实笑容 六岁的亚当 有明显的纯恶劣 虽然这几年口罩戴得紧 但是母亲满怀担忧 对于沙巴亚币沙家村的 五国籍家庭来说 医疗预算是天文数字 他即使是不管怎样 努力做工他 还是筹不到那个钱 来去给他做治疗 慈激志工寻求 英格医院整形外科 评估后进行了手术 院方也很乐意 补助亚当的手术费 收rolog后第一次见面 亚当用笑容迎接志工 谢谢大家 帮助 Adam 帮助一位 我可以看到 Adam 真的是整个人不一样了 今天真的是整个人很开朗了 很活泼了 The cleft has already been referred that the parents are much more confident now maybe now he probably has more friends you know people will make fun of him as much so all these are positive impacts for the child and he will show his confidence so this is the whole reason why we do this surgery to give them a better future 一场手术不仅修复 Adam 脸上的缺陷 也修补了全家人的心 有信心的生活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谢念祥 吴永贵 马来西亚报导 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 有一个很特别的散房 很像是香港的瓜居 每个房间都超级小 还要共用厨房以及卫浴 而住在这里的学生 更是多达了将近200位 所以今年志工就送来了观星 给他们一个十全十美的 祝福平安待 美国最古老唐人街在旧金山 慈激志工在这里举办食物发放 油 然后红枣 然后有面 有金针 还有这个冬菇 树 火鸡 然后我们好像还有豆腐 每包袋子里面有十样食物 象征十全十美 附近店家还有桥界领袖等贵宾 参与发放仪式 国人在这边如果有什么困难 我们都会找他们来帮我们协助 安排 照顾他们 所以今天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以这个慈激还有慈激旧金山分会的 这个各种慈善活动为傲 为荣 大包小包很有分量 却减轻了生活重担 年年都要解放我来做 我好安心 多谢志寨基金送给我们的食物 好安心 来看看 我们常常讲的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我们希望趁着今天的姻缘 也祝福他们有一个很好吉祥 岁岁平安的心理 发放帮助230个家庭 期盼大家一年比一年要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大爱新闻真帅委志工 黄建良 陈继宏 曾会议 美国报导 其他的消息 从天气灾害来关心起 我们先看到纽西兰的最大城奥克兰 才刚经历了创纪录的大雨洪灾 造成了四人罹难 热带气悬加布瑞尔又接踵而来 虽然威力已经降到了 副热带的低压系统 依旧是来势汹汹 气象局警告奥克兰可能会遭遇到三连级 也就是大雨 枪风还有暴潮都会涌现 当局对了五个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日前全国大约五点八万户断电 部分地区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全恢复供电 还有火车班次 飞机航班也都取消 学校关闭 船只摇摇晃晃 海浪拍打岸边 这只是山雨欲来的预告 纽西兰最大城奥克兰一月底 才刚经历创纪录暴雨洪灾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热带气旋加布瑞尔接踵而来 虽然威力已降到低压系统 但最具破坏性的强风仍在后头 纽西兰气象局警告 奥克兰可能遭遇大雨 强风和暴潮三连级 正风上看每小时140公里 全国各地已发布30个天气警报 奥克兰 北地大区 科罗曼德 吉斯伯恩 和奥伯蒂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厉害天气是在路上 厉害天气是不可逐渐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 那厉害天气是不可逐渐的 但每个人都应该预备 民众堆起沙包 应急团队也事先备好 近30处紧急避难所的物资 截至目前至少5.8万户断电 部分地区甚至需要一周 才能完全恢复供电 政府下令关闭学校 火车班次和飞机航班通通取消 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 大海新闻 洛泽进编译 暴风暴雨之外 近几年很常见的极端气候 还有高温热浪 阿根廷在这个夏季迎来的 第八波的热浪 这非常不寻常 因为过去十年 夏季热浪在当地是顶多四到五波 不过这一季是异常的多 同时气温也是从1961年以来 同期最热 较正常的温度高出了大约摄氏1.7度 而它造成的影响是全国半数的乳牛 生存面临威胁 小麦生产严重缩水 这让全球粮食安全在天变数 干枯大地上失衡遍野 空洞的眼神是对大自然的沉默控诉 面临庞大损失的不止这座农场 阿根廷五成国土都笼罩在肩下 第八波热浪的威力下 过去十年每季热浪顶多四到五波 这季不但热浪频传 气温也创下1961年以来的记录 较往年高出约摄氏1.7度 根据统计全国有2600万头乳牛 也就是总数的一半都围在旦夕 阿根廷已农牧立国 更是世界第七大小麦出口国 反声音现象连续三年带来大旱 加剧灵活灾情侵蚀的是国家根本 农民生活难过只是冰山一角 阿根廷2022到2023年度的收成预测 已经调降到近七年来的最低 恐怕让全球粮食危机越演越烈 大海新闻 江玉廷编译 回到国内天气也要有所变化了 温暖的好天气将在今天下半天说再见 冷空气南下之后是越晚温度越低 北部东半部也会有降雨机会 得等到星期四才会回暖 我们来听气象局的说明 而这波大陆冷气团 或是强烈大陆冷气团 影响的时间会持续到周四 时间是比较长的 而且这波的气温 在中部以北也有可能降到12度左右 因此在周一到周四这段期间 整个温度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降雨比较明显的时间是在周二的时候 周三水气会逐渐慢慢减少 周四之后相对是比较干的天气形态 北部地区温度最低温18度最高温25度 降雨机率最高70% 陶竹苗地区温度低温17度高温25度 降雨机率最高30% 中部地区温度低温18度高温30度 降雨机率是10% 云嘉能地区温度低温18度高温最高温 是29度降雨机率最高10% 南部地区温度低温20度最高温来到31度 降雨机率是0 中部地区温低温18度最高温来到29度 降雨机率最高50% 最后外岛地区低温最低温是11度 高温24度降雨机率30%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午安新闻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场 飘洋过海来爱你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